在我国疫情战役达得正激烈的时候 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分度 对中国的疫情战役是为世界做贡献的认识不住 不但没有积极的行动就连积极的态度也没有 反而是称人之威的非君子做法 这种做法不但被世界各国唾弃 还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种不讲道义不顾世界各国 中国人民感受的做法肯定是要受到中国的反击 近两年多来美国为了打压遏制我国可谓积极 但其实稍效甚微 主要是美国的做法违背了世界发展的趋势 侵害了多数国家的利益各国都有干扯 是非趋职大家心中有数 除了个别国家跟随美国摇旗纳喊外 世界绝对的大多数国家并不为所动 这是美国焦虑更加不置信的原因所在 以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 美国维持霸权体系下的战略 是依靠欧洲盟国 通过北约体系控制世界 这个重心也一直没有变 但是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优先口号喊出来后 欧洲首先反对主要是欧洲利益 美国战略目前是两打一压 两打即使将中俄两国视为战略对手 战略手段则是全面的防备定点打击 而一压则是对欧洲进行遏制 以免在美国战略目标调整后 欧洲会趁机接手因为美国战略转移后 留下的真空地带 甚至后挖美国技术金融人才的墙角 积压美国在欧洲的利益 而欧洲则因为美国利益重点调整后 欧洲面临的安全压力 而被迫的增加开支的局面 因为欧洲还没有准备会如何的应对美国时代 而美国战略调整对欧洲来说 就是后美国时代的提前到来 美国的两打战略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 而不是以前的平衡策略 在平衡策略下的欧洲 可以很安稳安逸地进行国家发展 一旦这种平衡策略改变 欧洲则造成了极大的不适应 这是欧美矛盾的本质 即欧洲告诉美国 如果美国不重视欧洲利益 将美国的力量重心转移到了亚太印太 那么欧洲会非常不高兴 因为一旦美国重心转移 时候则是军事重心技术产业链的转移 这是欧洲绝对不同意的 其实美国提出印太亚太战略 该地区水多国家表现暧昧 也就是这个原因利益 而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 一来会使我国非常不适 但我们必须尽快适应 并非表现出非常舒适这些应急反应 因为这种调整 如果我们应对不力 会很快地将我国推到封口烂尖上 而且在这种趋势已经开始 从应对上说 我们必须有打破美国强迫 我们失去平衡的重气 俄罗斯在应对上还是可圈可点的 一方面抓住中东 二方面是与我国发展背靠背的关系 三方面改善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 俄罗斯在军事上发展不对称技术 依赖强大的核武器 与美国开展军事威慑战略对抗 另外一个方面 用有限的资金重点发展高超音载体 先封号超音数武器 是非常成功的一款打破俄美平衡的武器 所以俄罗斯用这款完全与美国周旋 有一 这两件事情可以让美国无法反应 又能够治美国与灭亡之地的重气 这点是值得我们研究学习的 三美国对我国的战略会越来越露骨 压迫性会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应对 从我国疫情战意看 美国表现的是不到一步理性不专业 美国称联之威的特征非常明显 所以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 我国外交反击非常犀利 从我国目前的战略来说 我国要让美国知道我们有什么 而且这种有是美国不能够轻松应对的 这不仅仅是决心与口号 必须让美国知道我们真的 实打实地有 而且性能非常好 在拥有什么的基础上 要敢于展示 当然还有决心展示 从外交上 除了中俄背靠背的战略关系外 美国从欧洲撤出利益 我们可以进去 而欧洲也希望中国在欧洲发展 利益争夺平衡 美国战略重心转移 这点从英国脱欧欧盟会 约翰逊对华为物惧态度就可以看出 是必须缩小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范围 必须打破目前台湾民众的换死 台湾目前的局面 主要是台湾普通老百姓看不到危险 他们不承认这种危险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局面 让多数的台湾民众看到 危险时刻存在 先让台湾内部相互制约 目前的国民党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种危险 所以才出现了目前的局面 要出现有全面反击遏制战略 敢于动手的战略体系 通过战术展示 先震慑住台独的嚣张企业 无佩洛西华为5G技术影响民主制度 除了借口因素外 更深层次地反映出了美国的不置信 这种不置信来源于更多的国家选择 与美国保持距离 这其中还包括美国重要门友 美国口中的所谓共同价值观民主制度 这是美国容易干涉其他国家的一个得力工具 美国口中的民主制度 其实是专门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延伸打造 这种美国所强力推销的价值观民主制度 都具备了下列特征 选举三权分立最高法院判决权 美国正是利用这三点达到了不可告人的目标 并随时的颠覆破坏他国发展社会稳定 除东欧巨变到阿拉伯之川都是这一套 到了本世纪美国又修改了做法 通过至今收买策略鼓动 广大不明真相的老百姓 上街已摧毁他国的合法政权 最经典的是乌克兰 去年底的香港事件都是这种手段 甚至美国连自己的西方亲密的盟友也不放过 法国的黄马甲就是例子 大家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 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下的国家 只要美国想颠覆 只要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 就能够轻松地达到目的 这种制度下选举达不到目的 那就通过其他力量约制 但美国不准备需要行善事 只有利用最高法院裁定选举不合法 因此这种所谓的价值观民主制度 是美国必须的法宝 是干涉其他国家的工具 美国这种技术影响民主制度的说辞 实际上是说的华为技术影响了美国 影响了美国的优越性 与制度根本不搭解 这种扩大的影响冲击了美国的标榜 推行的价值观体系 所以美国财富质行和焦虑 六 全球化新兴国家的兴起 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崛起 让美国感觉到美式的价值观体系 推销受准 世界看到美国式的价值观 并不是铃铛妙摇 而中国的价值观体系 与美国价值观体系的区别 是中国是共同发展 而美国是为力是土 推交几十年发展缓慢 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 除了推销商品外 所谓的援助基本是美国的公司项目 而且成了控制手段 中国经济发展后 提供的援助是无师无产的 是体系培养 而不是单纯的产品推销 中国提供技术 帮助他们学会了技能 所以中国加大援助非洲后 非洲发展非常快 中国的做法逐步地得到 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成论战赏 因此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 美国不可能去法师 它为什么影响逐步降低 而且为了维持所谓的影响的存在 往往会采取极端手段 七 鉴于美国对所谓民主制度的不执行 对一些下降的焦虑 美国下一步的做法 会更加现实具体 而且具有攻击性 一段时间以来 我国看到美国在我国周围的 军事力量边部署正在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是美国出于 对我国发展的警惕不放行 随着这种不放行的加剧 我国的四个主要军事方向 都可能出现紧张的巨事 这四个方向是台海南海东海 西南中印方向 从这次印尼 慕尼黑安全会议看 美国虽然极力地推销中国威胁论 但收效甚微 说明了欧洲的美国盟国 也对美国的策略感觉不安 这种局面下 习惯了霸权思维的美国会更着急 下一步 对我国的军事威慑力度会更大 当然 美国目前仍然是不属其 新印太亚太战略为主要方向 美国对我国的威慑作用效果不会太好 因为我们毕竟是世界强国和大国 有足够的力量捍卫我们的利益 美国目前的这些露骨的展示 主要是威胁我国的周边国家 遏制他们与我国接近为目标 让这些国家看到美国的强大军力 让南海有关国家恐惧 并在南海国家打开突破口 拒约台湾问题 我个人认为美国还没有先桌子的胆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突破口